军队在大众印象中,往往是科学与钢铁,力量与铁血的象征,迷信,不存在的,但就在世界公认的战斗民族。 俄罗斯军队中,神父为新装备开光的奇葩传统,却依旧得到了延续,这种行为甚至得到了普京的默认,乃至支持,普京本人,便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,东正教在俄罗斯复兴的道路上起着特殊作用,普京如此说道,在俄罗斯,战机服役,军队出征,这些场景都离不开。 在大胡子神父们的开光驻威,自苏联解体以后,被抽离了信仰的俄罗斯人浑浑噩噩,曾经在苏联时期被政府刻意压制的迷信思想,俄罗斯传统宗教东正教再次成为了俄罗斯人的心灵慰藉,与此同时,东正教禁基层也很好地填补了俄军废除政委制度后,官兵思想领域的空洞和混乱,随军神父正逐渐成为一项固定制度。 可以说,东正教神父,就是当代俄罗斯士兵的政委,为装备开光也就成了俄军树立信心,兼设战斗力不可或缺的步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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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